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体还有一个必杀射门 所以说的话这一队不太好打 然后这有一个小号面开场互相鼓励 松山跟大郎还是比较熟的 然后这就开球了 咱们开球之前再说一下 我这个视频不是每天更新 是做更新 但是不是每天更新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打这个东西 尤其是越往后 越往后就没有时间 然后咱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 这里的话一开始 对面的当家秋青松山 就接到了这个 你看来了 雪崩 是吧 接到了这个球 然后那一波雪崩攻击 我们来看对方这个移速 来看一下对方这个移速 风狗一样的上升 看见了吗 看不见吗 松山这个带球 这个带球速度 真就是赶上动了 现在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犯规 除了犯规也没有用 你看选对了也白扯 这能力值现在 能力值的这个体现 现在是更加的明显了 提到现在的话呢 因为我一级都没有练过 所以说的话呢 你看连续上了七不个人 谁都碰不着这个球 那就没办法了 那么呢 咱们只能是 这个球爷爷告难的 这个球 北八六 就是这个就完了 一脚到高 那三七无论入费 是守不住的 所以说的话呢 随便选一个选项 听天由命 漂亮 隐藏守门员 关键时刻登场 隐藏守门员 是这个时候 是太没谁了 你看对方这个移速 看见了吧 对方的回防速度 这就是这个雪崩攻击 牛逼之处 所有人的话呢 可以全体回防 不然的话呢 这个球绝对是一个单刀 然后呢 这球我很好奇啊 这个松山在脚射门 是用了多大劲啊 好像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谈门中是能直接 谈到松场的 直接谈到大狼手里 然后这里大狼呢 没什么好说的 对着对方守门 直接要过人 Go 我人呢 好吧 这个位置的话呢 没有给我帮大狼 任何的过人画面啊 直接就没了 然后呢 打到这个队的话呢 因为上一个队呢 我就发现了 我的这个必杀射门呢 对方的守门呢 已经有几率呢 拦下来了 所以说的话呢 后期我的策略呢 就是尽量多用这个 过人过守门员 因为呢 过守门员呢 有很大的程度 能过去几个礼拜呢 有几率 造成对面的守门员犯规 对面如果守门员犯规 有点球的话呢 我一看局势不好呢 我可以灵机一动 是吧各位 OK 那么咱们继续啊 这里呢 是继续来这个防守 现在呢 打这个防守战 对面呢 7号把我人过了 然后呢 现在你看对面前锋 比我防后卫都多 这球 踢啥了呀 完了 松山接应第一空球 高山这里呢 是随便配 配一个解围 反正也解不上 反正也解不上 对面的抽射完了 最抽没了 隐藏守门员 走 白水 这球的话呢 只要不是隐藏守门员 要登场啊 那么根本就是拦不住啊 这没什么好说的 10分钟 我方先丢了一球 先丢了一球 那么呢 咱们继续啊 让这个锦泽停球 锦泽这里呢 停球先往后带 我方进攻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拉开 拉开战术 彻底拉开 先给三号 拉开之后先给三号 然后呢 往下使劲跑 哎 这个位置呢 中间没有人阻碍 我这个把人晃一晃之后呢 传给七号 一个下底 下底之后呢 让龙一来一个传中 看看有没有机会漏球啊 看一下 这个位置呢 9号10号位置不错 其实可以漏一点球 哎 这角球如果漏一角的话呢 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 我看我方这个球员 体力是非常的满 所以说的话呢 我先选择一角 这个超必杀 这边呢 这是一个低位球 低位球的话呢 这个清田可以开 这个最力强技能的一个必杀 我觉得这角球应该会进 哎 他有手机 那么呢 这角球进了 这球其实给他漏球也不错啊 漏球的话呢 漏给大狼 但漏给大狼说实话 漏给大狼 大狼一个倒狗 也未必能进啊 我个人感觉 所以说的话呢 这球呢 我选择了一个250体力的超必杀 费一点就费一点吧 踢这些队啊 就难可踢这些队 在不练及的情况之下呢 一旦比分被拉到两分 被拉到两分 或者两分以上 这场基本就没了 基本就没了 所以说的话呢 咬住比分是我方这个重中之重 OK咱们继续 对方这里呢 到老狼 哥们你看不起谁 可那儿就射门了 谁给垫一脚 完了 这角没垫上感觉又凉了 又凉了 你看 我就说嘛 这角球只要没垫上就又凉了 这角球如果刚才升级 这个刚才升级料垫上了 升级差不多能扑上 还好呢 我方这个谁这是 岸田呢 是伸了一条小狗腿 把那球带着去了 这是我方一个机会 我方防守最好的机会 就是这种机会 两三个人包夹对方的 非明星球员 然后解围 你看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把球解出去 叛徒 你个叛徒 那欣田可男人呆得好好的 不往欣田交底下解 解人那个五号去了 买球了 是不是买球了 阿刘 这现在这球越来越不好踢了 普遍篮球 白扯 根本就没有 然后呢 最可气的是啥呢 对方篮球 只要一篮就来了 这里三棋 出击 你略一漏球就漏球吧 我管不了了 因为三棋出击 有很大的程度 能把球阻止了 三棋阻止 这个非明星球员的出击 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说的话呢 有这种机会呢 不断行为出击 反正 哥 飞逼杀射门 你太看不起我了 几球 这球上能碰不着 有人给垫一脚 还是个飞逼杀 哎呦 勉勉强强给球打出来 终于 终于啊 对面这个连红带炸呢 是对 在我方进去呢 是干了这个 得有这个十分八分的 终于把这个球守回来了 中山吧 就停一下 赶紧 这球不行啊 这球传十一号会急 赶紧 传一脚 传一脚 往前使劲传 给八 别给九 九那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给了九之后呢 九那个位置 被五号一防 可能会被防住 所以说的话呢 给八 咱们往前带 给八号往前带 这球呢 可以选择 传给大狼一会儿 因为呢 大狼的体力值呢 还没消耗过 几乎没消耗过 这位置的话呢 我选择一个传球 给一个九号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觉得会是一个低位球 如果是低位球 完了 接一个高空球 那么高空球的话呢 我把球停下来 然后呢 靠近对方五号 开一个必杀 哎 这个位置必杀 没人阻碍 这个球呢 几乎要进了 我们来看 一脚这个损射 一个必杀 走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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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真的假的呀 你妈 七斗都冒出口了 假球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本来先 这球进了之后呢 上场来个2比1领先啊 现在这个形势来讲呢 对面这个球 居然被守门员拿住了 我是必杀射门 被他抓住了 我太气人了 这球的话呢 这个你看 你看这个雪崩攻击啊 雪崩攻击 这个狗一样的一速 完了 现在这个场景 看什么呢 看我方小12 哎呦别胜闻到 还好传球 看我方12啊 我方12现在是 森奇出界 机会 出界出界 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居然没抢过传球 守门元界的耻辱 不如个好门注 哎 我方12看表了 现在就看12 2过1 没事 别射门 你这拖一会儿 我方12 一个少教你做人 哇 六拔脚了 吹呀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不吹没了 这球没了 这球没了 哎呦 这场球 这场你看咱们回响啊 原本的话呢 比赛还剩两分钟 我一脚射门 原本有机会 我是二比 现在呢 敌方二比一了 这球 哎呀 这球会心脏命的敌发了 而且最可气的 大狼现在满体里是 难道我把这球 传给这个 随便的阵 我就不动了 这脚球 肯定是没有 其实进攻了 因为呢 对方在零秒的时候 射门进了 随便随便的球 给你 你断了 都给你 我过人 给你 你断了 你再踢一个 我直接我就不玩了 我开窗后就跳下去 哎好 十二再受随罩了 早催啊 你也买球了 你跟 你跟二六棒上了 他出 他出四 你出六 你有钱 OK 那么现在的话呢 来到了下半场啊 下半场的话呢 我方球权 算是呢 这个我目前为止呢 听到最好的一个消息 看看能不能 借着这次球权 把这个球呢 一次性给他搞入 搞入 先往回带 把对面这个防守队员 都骗过来 看不看 骗了三个人过来 然后呢 上传给二号 往上传给二号 现在呢 已经三个人过来了 对方这个防守队员 已经被我拉扯了 差不多了 传给这个二号岸田 岸田刚才这个立功了 刚才这个 他阻止了对方的一脚射门 很厉害的一个后卫 简直牛逼 这里准备传球 传给我方的这个十号 传十号啊 哥们你喝酒了 那时候给十一啦 这里藏钱带 传给十号 这球必须传十号 传给十号 这个大狼之后 来脚倒钩 接攻高中球 那没啥说的 直接一脚倒钩 不去过守队员了 先用必杀 先用必杀打 就是这个 有没有 用手接 哥们牛逼再用手 用拳头 用拳掉进了 你看这个守队员 就感觉 他这个能力 把这个发挥 感觉挺奇怪的 你看这一个球的话呢 对面守队员 用这个 用这个拳头打 没打开去 反倒是刚才那个必杀 用手接给接住了 挺神奇 差不多OK呢 咱们呢 是几秒数的比分啊 虽然说 这球我方有 有两个买球的人啊 但是不要紧 咱们呢 还有的踢啊 毕竟是一个平费 然后呢 现在等 看看对面这个 对面什么阵型 就不能结下来一个方 完溜 松山来了 这里的话呢 两个人包围 准备犯规 啥也别说了 一个铲 一个结 能犯规就犯规 完溜 得了 没吹 那好吧 没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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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一下球 哎 干啥呢 完了 完了 对面又是必杀 完了 对面又说话了 他说用这球决一胜负 现在就看啥呢 隐藏守门员 走 这个球肯定是拦不住啊 这球可能换 换 现在换住的林来 可能都费劲啊 因为的话呢 这个松山来了个剧情 来了个剧情杀 说了一句话 那么呢 在比赛还21分钟的时候呢 我方又再一次获得了球 因为对面进了 现在呢一分落后 咱们还是先往后带 往后带的话呢 拉拾一下阵型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传给这个小八 但是我没有选择传 那小八往前 完溜 这球的话呢 我猜头拦我传球 哎呀 这完了 这场比赛感觉差不多了 太难了 你看见了吧 这里的话呢 就踢到后边的话呢 不允许你有一次的失误啊 这个几乎不允许你有一次的失误 一次失误的话呢 对面拿球很可能呢 你就啊 再也对不对 再也摆设了 然后这边刚刚起跳 投球 完了 森奇啊 做个人吧 别做个摆设 哎呦 我方森奇牛逼 最强门将 太屌了 这球都给人拦住了啊 非明星球员一个投球 都给人整住了 太厉害了 机会来了 我方解围就是唯一的机会 解围非球员 解围这个非 非什么 非明星球员 给我嘴都气包似的 现在的话呢 一个机会 我来看看传给谁 往上传 给十或者十一 给十或者十一 谁拿球都行 来生停了一个球 往前跑 来生这个体力 全浪费在跑步上了 看见了吗 各位 时间往前跑 时间往前跑 往上带 千万别让后边的十号 追上 后边十号跟狗似的 找一个机会 传给十号 传给我方十号 这里最好是一个什么呢 最好是一个 我想传一个啥呢 我想传一个这个低空阶球 低空阶球 我方大狼 哎 低空阶球 我方大狼 有必杀呀 来这个最费体力的必杀 一分钱一分货 最费体力的必杀 我三二一 走 跳跃抽球 我抽死你 直接抽手没有脸上 大哥别拦了 我求你了 我这要不行了 哎 少了 进来 现在的话呢 三比三 你看到这个局势的话呢 还有的挡 哪怕说咱们逼平 逼平踢点球 踢点球就不怕了 我这个点球 点球半仙的成号 是不是 点球就不怕了 就怕啥呢 就怕这个在场上踢啊 因为场上踢的话呢 涉及到能力 能力值低的话呢 你看这种球 都没用 这球如果是我这么传 对面截的话 一下就下来 然后踢点球的话 就没事了 只要你能力值差不多 圣门被踢完路的 圣门就靠猜招了 然后呢 咱们先带头 哎呦 又宋禅停球了 哥们 被踢必杀 被踢必杀 雪崩攻击也没事 你随便蹦 你随便蹦 我搭仗头 被踢必杀就行 哎 还行 宋禅这里面 低必杀 坐个人 你看呢 这球拦着 你看盘长 这球碰都碰不着 他还碰一下子 他还练一点 传给了四号 四号是谁 你怎么还回传呢 你看对面的雪崩啊 跑得太快了吧 一个二过一 到进区里了 我们来看啊 有没有这个 防守队员 石崎跟在后边 石崎是我放解位能力 最高的一个人了 兄弟 接位他 宋禅又接应低位球了 哥们别胜门啊 我这里是两个队员 一个是一 一个是三 还是有十七 解位他兄弟 露球 三七失去了平衡 我三七看 哎呀 漂亮 出界了 三七给边上看 给平衡都看没了 三七就给后边瞅 给平衡就瞅没了 这里瞬间就包围我了 我赶紧传出去 这是我方唯一 那个制胜的机会了 现在最后一条球 还有五分钟 我方球拳 对面雪崩 不要紧 跑一跑 没有人来 我这里选择穿球 传给九 犹豫了 过人 感觉这个位置不好 因为传到九号 神圣的话呢 没什么用 这个位置你看多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有十号 我可以先传给十号 再传给九号 这个位置呢 我想传给九号 一个低空球 传九号 因为新年还有五百八的体力 就是吧 传九号一个低空 传九号低空球 傻呀 智障 这是个智障 这里的话呢 我准备穿球了 我准备穿球了 先过人 传一个 传一个 传九号一个 低空球 低位接球 完了 高位接球 再见了 再见了 这下出病了 漏球没用了 闭眼就射吧 这球肯定出病了 守门员来了 飞 你看 我就说这球出病了嘛 那么OK 对方守门员的话呢 把我的心田给打出病了 我们来看 最后两分钟 完六 后场没人 你这撤不撤 这球现在就是啥呢 各位 就是烧香祷告 现在就是烧香祷告 一脚干门柱子上 再不就是森奇大地 这个突然怎么说呢 突然那个说一句话 剧情啥 我不能再让你们这么近了 除非是这个 要不然都歪扯 截球放个柜 放个柜 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 哥们 猜对了 什么球啊 假球 俩人都提不下来 你们这脚白掌了 八六松山来了 别提必杀 坐个人 山哥 传个球 别提必杀 传出去都行 别提必杀 我们来看 传到哪是了 传到上场是了 七号又传谁了 八六传到高空球了 空门 空门哥们 最后一刹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打他们的脸 哎呦 这球真牛逼啊 第一门将 足球小将第一门将 哎呦 这个时刻啊 我方十二号的哨子也配合上了 谁说森棋不是第一门将 我都跟谁激眼 谁跟我说 千万不能侮辱我方森棋 OK 现在开始踢点球 我方呢 这里就是挑这个 胜面能力值最高的人 挨个上 这没什么问题 最后的话呢 大概能力值差不多上龙一 龙一毕竟是个先锋 是吧 OK 那么呢 咱们这个点球开始了 我这个 对不对 点球半仙 难可对前出发 男左女右 咱们来一边左 漂亮 第一脚没中 大郎的话呢 这个地球哪下 然后呢 男说女右 我这里猜的是个人腰 好像是 哎没有 我往右铺了 男说女右 铺反了 这里铺电脑的点球 我感觉是啥呢 电脑上一把 上一把往哪踢啊 你就往哪整 好像就差不多了 你看是不是 电脑上面 往左踢它往左铺 是不是 我在找这个 那啥 有个点球是我 获胜率最高的 一个那啥了 你看盘长 这算命给你算的 男说女右 一脚右 真他妈漂亮 我自己都淘罪了 淘罪了 淘罪了 这一下 三七太关键了 三七最后一个 神勇呼救 把这个比赛 拖向了点球大战 点球大战 又扑中了一个球 以后就是 若林就是 加入球队了 不让上场了 不让上场 就三七 三七主力什么员 谁来都白走 上前那俩就跟他瞅着 这里再叫男左女右 三七再来一个 这球扑出去之后 直接获得了胜利 我方直接就是 往右往左 缓他一下 直接命中 完了 直接缓 最后一脚球 关键了 最后一脚球 提起了 直接结束 正中间 变个人要 牛逼 这场比赛的话呢 我方啊 以这个点球 磕磕斑斑的 拿下了这个 富良队啊 这场比赛 真的是太艰难了 这场比赛 给MVP 帮给这个神奇 各位 是不是没有意见 我觉得 太正确了 那么OK 咱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画面啊 最后的画面 这个大狼跟宋山的 两个人这个 互相顾顾利 然后这个大狼说 明天决赛了 你这个场上 给我加油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决赛的狗 要这个露面了 决赛就在南角 跟东方之间 举行啊 如果说 哪一场比赛 最难题 那么呢 毫无疑问 就是这个东方 就是这个狗 这个小偷袭 马上一只了 这下我才猛 那么好吧 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明天同学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